开刀后好好补一补是中国人常见的养生观念 要让伤口愈合的重要关键就是摄取优质蛋白质 加强身体抗氧化的能力 降低伤口发炎的程度 对于受伤或是术后的病人来说 补充高蛋白的饮食非常重要 因此可以多摄取黄豆等优质蛋白质 富含维生素C的柑橘类水果与蔬菜 除了抗氧化 对于体内胶原蛋白的修复及生成 有举足轻重的辅助功效 维生素A能够促进白血球制造 来避免病毒感染等问题 葵花籽 胡萝卜 地瓜 菠菜都是很好的选择 Omega 3能够减缓伤口的肿胀与发炎 降低疼痛的程度并且加速复原 心能够帮助身体 使用摄取的脂肪和蛋白质 促进伤口组织的生长及愈合 蓝莓 草莓 姜黄等是天然的抗氧化食物 能够加速身体复原 而咖啡则被证实能够缩短伤口复原的时间 重设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